原來是X 這個這個是XL S XS 然後改成這個之後的話呢 副檔名就是什麼 XL S M 多一個M M的話就Marco 也就是說裡面有程式的意思 但如果你不小心直接把它存檔 那你程式 不見了 就沒有了 特別重要你 因為他會聽到警告 你的VB有 有程式聚集在裡面 那要不要儲存 你有同學 就直接按一下 確定的時候程式就不見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這邊按一個儲存 OK你可以先把它儲存起來免得到說會 會有問題就是你就啟用這個 可以把它儲存 把它另存一下特別注意就是這個就對了 等一下儲存的時候呢 就啟用活躍部的這個選項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那程式要怎麼撰寫呢 第一個呢請各位開啟什麼Visual Basic 這個 再來我的習慣是把它縮小 縮小意思是說 讓他可以 浮在上面 為什麼 因為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需求是 從畫面上而來的 所以我會讓他浮動 我先想一下 我現在到底需要什麼 我在 根據 我的需求 去撰寫這個程式 而不是說我現在閉著眼睛 我就知道怎麼寫 除非我已經有一個草稿 我已經有有規劃出 我的需求了 如果沒有 我習慣這樣 我習慣是把它浮動在上面 就是這樣浮動 他看一下我的需求 然後利用我的需求來把程式寫出來 所以通常有的時候 我也會把註解打上去 先打註解 可能註解 1 做什麼 2 做什麼 3 做什麼 123 然後你再 把需求把那個註解 轉變成程式 先有需求 再變程式 OK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撰寫程式 請各位 第一個注意就是把這個環境 加進來 第二個的話 看一下有沒有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的話請你在 VBA的project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他就出現一個module 1 再來第二步就是在裡面插入什麼 插入程序 程序的話名稱請各位就輸入叫做自動編號 OK按一個確定 自動編號 其他不用改 我們是一個sab 然後是public 有效範圍是public 按確定 這個時候自動會產生一個 這個叫副程式 sab 的一個